关于南海的紧张气势 我们来看一下美军的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日前说 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两个舰队 已经做好了任何面对冲突的准备 而且日前预连发射了四枚的三叉导弹飞弹 美国的主战派为什么跟现在的共和党会合呢 因为根据过往的历史我们刚刚聊到 共和党当家的时候他们的油价 就比较拉高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他们的国务卿 也是基本上是脉油出身的 所以静平你来看 主战派跟共和党一拍即合 所以在今年2017年 为什么之前白宫的幕僚会是底下透露 今年可能性的战争 其实想想这样的关联性是真的有可能的 你想想看这个川普他的个性 再加上他所任用的这个他的内阁幕僚 白宫里面的官员 从这个什么国安顾问啊 然后到这些国防部长 几乎都是新兴内阁满天心 你就可以知道说 也不能说因为他任用了这些军人 包括传奇英雄 最近这个麦玛 麦玛斯特他才去接任弗林 这些人入主这个白宫到国务院 这些协助这个川普 就认为说 军人会增加他们 可能战争对战争的看法不同 那其实我们以前 刚刚你在提到说 以往美国如果共和党执政的话 是不是这个油价就会上涨 那反而变成 除了共和党执政 军人的格缘增加 还有一点 你从几个官员的这个 他们公开的谈话 可以听得出端倪 除了刚刚王院长跟永康在聊到 他们的这个国防部长 跑到这个亚洲去访问之外 你看美军太平洋司令 这个哈里斯 最近的发言也越来越有针对性 除了对这个川普一向 友好的俄罗斯 认为他们是一个复仇者之外 然后也说中国是一个自大狂 然后美军面对全球的这个因应的这个变局 已经准备好了 甚至除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外 美军最近不是在他们这个 自己的本土召开了美国海军的西岸会议 西岸会议就是每年把美军 他们在外面的主要的一个指挥官将领 包括第三舰队的这个指挥官 泰森 还有这个第七舰队的指挥官 还有这个奥胡安中将 这几个将领 中将上将少将 全部召集回来开会 制定新的一年度的 除了美军在跟各个国家的联合军演之外 还有这一年度的一个可能主要的战略指导方针 你会部署从官岛到夏威夷 到前进这个驻韩驻日美军 这几个基地的前沿之外 你的方针是什么 你就可以听到他们这几个将领 几乎都不能说大言不惨了 而是说他们似乎豪气满满的说 因应任何全球的威胁 尤其是在亚太局势的那个威胁 已经美军准备好了 第三舰队说他可以随时配合第七舰队 到南海去执行这样的一个 美军在前进南海的一个任务 或者是重返这个南海航空跟空域 跟海域的这个自由航行 那第七舰队说这里是 第七舰队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到南亚 一直是他寻意的固有的这个 当然一个这个海域跟这个空域 所以他有信心也能够保障美军的 这个美国的利益 你从这几个将领互相的去这样子谈话 你就可以听得出来说 欧巴马政府说他要重返亚太 虽然川普说不会这个欧归穿水 但是你从川普的喜欢打嘴炮 但是动作却做了跟欧巴马 比他还进一步 你就可以感觉说 呼应了我前面讲的 共和党执政除了让油价上扬之外 军火的增加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占全球 他的这个武器的输出排行第四名了 美军有没有压力 美国有没有压力 然后美国的军火商有没有压力 这些军火商里面的一些赚钱的人 又跟这个川普一样 都是商界出身生意的人 还有再加上他人幕僚 我刚刚前面一开始铺成的 这些新兴内阁这些将领 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压力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里面都是含在了 美国的利益 军火的输出 军队的进驻 还有他们的一个利益的角株 这里面联动在一起 就是让美国说 川普不可能说 你看他最近一直抓着中国打 又讲他是货币汇率操纵国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听得出来说 其实短时间 尤其未来这一年 借由这种武器的对峙 武器的输出 还有这样子 政治的角力 政治外交上的口水 你来我往 这台面下后面的这个动作 还是有可能加速 这样一个彼此进逐的局面 为什么今年2017年 世界上可能会发生战争 另外一个被提起的原因就是 之前不断有人在讲 美国的军火工业 大约是每七八年 七到八年之间 就必须要在全球发动一场战争 才能够消耗这些生产过剩的军火 而且要想一想 军火商供应了多少的政客 供养这么多政客 它的生产东西过剩以后 你必须要找地方消耗掉 它能够再生产新的武器出来 所以这点请到王院长 你怎么看 是不是在今年真的有可能 因为军火工业 他们必须要消耗 因为距离上一次 每一大战多少年了 超过七八年的时间了 还有这个 美国太平行斯林部 也最近在Twitter 他们学川普 现在都用Twitter发新闻 PO了照片是他们F-35 美军F-35 他第一次在美国奔署之外的地方部署 那传出台湾也要买 你怎么看这整个一连串的事情 确实 其实美国的军火工业 事实上他国家的经济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同时他也雇用了 很多的研发跟就业的人力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最有名的就是 当年的老布希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最后因为民调低 他就突然宣布 同意卖160架的 这个F-16AB给台湾 就是要挽救他在德州 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那个选区的一个利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军火工业 对美国总统的 这个外交政策的 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 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他讲就是美国优先嘛 要创造美国的就业的这个机会 那军火工业当然可以来养爆多少人 那更何况就是说 这个从军火工业来讲的话 他跟这些这个政治人物之间的一个密切的正常关系 是很密切的 我想刚刚近平也提到 就是说川普内阁有这样的许多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讲说美国武器 要在海外要用得着 那么现在其实美国在中东地区 就不断的还是在消耗他的武器了 因为现在在美国在中东地区 他先不打地面战争 但是呢在这个欧巴马 他最后的任期的时候 他把美国的这个空袭部队 派回到中东地区 对这个伊斯兰国做秘籍上的一个轰炸 那这方面来讲 其实就每天也消耗不少的这个 这个巡异的导弹跟炸弹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南海地区的一个巡异 现在川普他在竞选的时候 以及他当选的时候 他讲就是说刚才谈到 美国海军的分析 他们说他们现在检讨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水上 跟水下造舰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而且将来还要发展这个航母 以及大型的这个驱逐舰 那么他们比喻说像下角子一样 那不断的往里面这个丢 所以认为就是说美军现在 这个水面的驱逐舰大概是 这个只有270艘 那么将来希望还能增加 80艘到这个350艘 所以说将来的话 那么美国这些军火工业 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订单的发生 那另外就谈到这个F-35 现在是等于是美国第五代的这个战机 那么它有几个性能 它有这个逆踪的功能 那么它的这个侦测跟打击能力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也是美国的主力 不过当然川普对于这个造价 好像有一点不同意见 他说太贵了 但是这个 太贵我们还要买200一次 这个是台湾如果真的买这个数字的话 要上造 上造 对 这不可能吧 对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 当然川普自己买是要便宜一点 卖给别的人的话 可能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这个负责买单 不过但现在来讲的话 F-35是美国的这个主力的一个战机 美国对于它来讲的话 它是本土的防卫部所用 然后重要的一些盟邦 是采取配给制 包括日本南韩 英国这些国家 那么还有四个沙烏地阿拉伯 都有在这个订单 都还在轮在后面 我想我们台湾呢 虽然说希望这个买 但是讲了很久 可是事实上来讲 这个要一次购买这么多 第一个现在美国没有这么多 现有的武器卖给你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它会不会卖 这还要它有很多的 政治上的一个考量 的确我们看到美国的军火工业 有人形容它是一个大怪兽 因为它影响范围跟能力实在太大 我现在在回想起来 很多其实包括了好莱坞电影 都有这些军火工业的影子 因为只要每次发现有外星人 我们不先来合作先打 而且每次要主战派 都是美国的将军 在电影当中要先打外星对不对 因为要先消耗美国的武器太多了 说到这一点 我们回头话来聊了 这个美国这个军火工业 影响到了南海地区的紧张的趋势 我这边有一张照片要请教一下 王福大哥 这个据说是以前一位美国的老兵 60年前 他当时呢 在南海地区负责的工作之一 就是要去探测 会涂出来整个南海地区的一个 地区的状况 所以在60年前 美国就已经把南海的地方纳入他们未来战略的重要的一块区域吗 对 在1956年美军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单位 叫1374制图绘图中队 那这个绘图的中队 顾名思义啊 它是要绘制地图的 但是呢 它绘制的这个地点非常特别 它选择美国未来可能发射洲际导弹 会经过的这个区域 那南海呢也被划定为一个特定的一个区域 当时就有一个人叫康林汉 就是美军隶属于1374绘图中队的一个队员 他被派到这个地方 那被派到这个地方是要干什么呢 叫北围岛一个地方叫北围岛 那这个北围岛呢派到那边去之后啊 这个康林汉才知道他不是第一批的人去的 在这个岛上已经有另外六个人在那边了 那康林汉呢他们是一组大概也是六个人左右啊 去跟这另外第一批的这个六个人会合 然后呢在岛上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绘图 那这个绘图呢他们使用的工具包括航空测量 包括使用电磁坡的这种测量 那这个电磁坡脉冲的这个信号测量 使用这两种的这个工具 好那在测量的过程当中啊 发生一个非常妙的事情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 台湾是这个两奖控制的区域 就是国民党军当时在台湾控制 那所以呢当时国军的海军啊 派了一艘炮艇在南海附近这个巡逸 我们知道这个有所谓十一段线啊 十一段线就是中华民国所隶属的南海的这个区域 那这个炮艇呢也在这个北维岛附近巡逸 他发现呢 这个炮艇上面的这个国军人员啊 发现哎奇怪这个北维岛上面 有人影重重 不晓得干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之前还发生一个事情就是 这个菲律宾啊有一群人啊 占领了南沙群岛的一个岛 然后呢号称要在那边建国 那这个事情是在前面发生的 后来被国军把他赶走了 那所以这个炮艇上面国军的人员啊 就怀疑是又不是 是不是这个菲律宾的人 菲律宾的人又在这边搞鬼了 那所以呢准备登岸 准备登岛 可是呢这个美军啊 康林翰这一批人啊 他们非常警觉 立刻呢就知道说 哎那个是台湾的这个军队 国民党军的这个 蒋介石的这个政府的军队 所以他们就警觉非常高 他们就用那个钟吕术啊 钟吕术呢就把他砍下来 然后呢把他拼成USAF 就是在沙滩上拼成USAF 然后呢这个炮艇上面 因为这些军官都受过这个军训 受过这个美国军事训练的嘛 他一看上面有USAF 知道然后又拿望远镜一看 都是老美嘛 就知道说 这个是美军在这边从事某种任务 就算了 就跟他们挥挥手就拜拜了 那总而言之呢 康宁汉事后揭露这一段密信就是说 表示说1956年的时候 美军呢就已经锁定南海区域啊 作为未来 比如说要发射洲际导弹的时候 要经过这个区域 一定要取得参数啊 一定要取得某一种这个数据啊 就在这边绘图 那换句话说 美国在这边已经有60年的准备工作 准备了这么久 到今天冲突即将发生 后续如何演变 我们随时为您做掌握 另外回来带您看的 还包括了全世界 我们刚刚讲到的 最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三个来宾都选认为是 南海最有可能 那接下来我们还想 如果第二个可能是哪里呢 白宫不了讲说 有两个战争区域热区嘛 我们回来看第二个在哪里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